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摔到了地板上 这个小家伙很坚强 摔痛了 没有哭 然后呢 慢慢地爬呀爬呀 爬到他父亲的面前 横横给了他爸爸一个嘴巴 就说 你是怎么看孩子的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的人呢 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的 一生走来 你们想一想 我们在别人身上找了多少毛病 恨别人 让自己变得这么痛苦 所以我们多少后悔 多少的习惯 恶习 都是我们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到毛病 因为我们不懂戒律开始的 学佛就是要修掉自己身上的无明习气 无明就是不明白呀 我们不明白才会犯错误 所以去除执着 消除挂碍 愿意改变你就有希望 一个人不愿意改变一定会失望 人之所以犯错在于无法超越自己 有多少人在苦难面前经常说 我做不到啊 明明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 你可以跨出你的烦恼 妈妈 我做不到啊 就是自己预约不了自己心里的障碍 把自己说服了 就是一种悟性的成功 修行能成功的人就有战胜自我 佛说破除我直 指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执着 才能勇敢地面对现实 学佛就是要学做人 做人的人就是要会学佛 学佛学得好的人 他做人一定做得很好 做人做得不好 他佛也学不好